大家好 这个视频我们介绍 C++的例在类型 C++是一个正体类型语言 什么叫正体类型语言 也就是这个C++的数据和变量的类型 主要是变量类型呢 在定义的时候就必须指明它的类型 因为定义的时候就已经指明它的类型 所以编辑器呢就知道这个变量类型 从而它就可以自动的帮助我们发现 这个在程序运行之前就能发现相关的错误 比如定义的自动类型 男和女的自动类型进行的某种运算 它认为是不可以的 那么它就会爆出 就是说科技编辑器帮我们进行类型检查 C++的类型分为两类 一类是利在类型 还一类是拥护进行类型 利在类型又分为资本类型 也称原始类型 原始类型就是最底层的 最原始的 它主要又分成两类 算术类型和void类型 void就没有类型 算术类型又分成两类 一个是整形 表示整形书的 还有一个是浮点形 表示浮点书的 这两种类型 除了这个资本类型 这个C++的利在类型 所谓利在类型 就是C++变成语言自带的类型 还有一种就是复合类型 就是从资本类型 复合出来的数据指章和引用类型 今天我们主要介绍这个资本类型 然后这个用户定义类型 就是允许程序员支持 定义知识的数据类型 用程序员支持定义的 用户定义类型 和利在类型 整个是一样使用的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个 基本类型 基本类型 我们先大致看 bo 这个是bo 表示逻辑型的 这两个是去5force 还有呢 表示字符的有 ch 这个是 一个字节表示字符 是吧 w下就是多个字节 表示什么宽字符 还有这两个也是 the unicru字符 这个是字符类型 还有呢 inter 又是short inter long 还有longinter short是两个字节 在两个字节数据大 表示整齿的范围呢 就是 没有这个inter 四个字节 inter 一般是四个字节 但有的时候可能 实现也会两个字节 然后这个float inter 这个具体大家查一下 这个CI标准 inter 一般呢 都是四个字节 这里可能写错了 然后这个float 是四个字节 double呢 是八个字节 它表示进度不一样 还有一个long double 这个就表示失收了嘛 这个表示失收 这个实际上都是表示整数 是吧 chart和short 实际上都是 都是整数 是吧 然后 这是类型 就刚才这是类型呢 然后还可以和两个关键字 sign的和onsign的组合起来 sign的就有符号的 有增负的 onsign的就没有符号的 比如我们这个chart 可以和onsign的结合 就是of的chart 就是 它表示的范围是0到250 我说如果有符号的 它也负的 是吧 负127到一百 或者是128到127 然后这个int 也可以和onsign的和sign的结合 然后呢 shortint也可以和sign的 onsign的结合 就是加上onsign的 就是无符号的 这个类型 数据类型就制定了 这个曲子的范围 比如我们这里看 不同类型 它的曲子范围是不一样的 是吧 是吧 也也决定了它占据 这种类型的大小 比如有的是四个字节 有的两个字节 有的八个字节 是吧 还有一个字节的 就是 决定了 它在用类型大小 决定了曲子范围 还决定了 能对它进行什么样的运算 比如我们可以用sizeof 来查询一个数据类型 或者某种类型的B量 比如查询chart类型 它再用 再用类型的大小 或者查询一个i类型的B量 它再用类型的大小 是吧 输入其他的科技是数据类型 也可以是什么呢 是一个B量 当年我们也可以用typeID 检查一个B量的 或者这个B量呢 或者数据类型 类型信息 好下面我们就看一下程序吧 就是从这里开始 我们看第一个 这个DEMO 我都用好 省得在每次打了 B量的类型 具体能力 B量进行什么运算 我们以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这里定义 WG2B量 XY都有初始则 然后呢 我们这里XY 用这个符号 这个是取模运算 但这个取模运算呢 只能力整数进行 就说比如 呃 相当于取模 就求余数嘛 比如6 这个某商5 它的余数就是1 这个这个符号 表示取模就求余数 但是你DW类型呢 它也不能求 所以当我们B1的时候 就Ctrl F5 我们让它运行 它先B1 发现就错了 是吧 他说是非法的 这个这个百分之符号 取模运算 不能DW型的进行 所以也就是B量的类型 也决定了 能DB量进行什么样的运作 但如果我们是把它混成整形 嗯 呃 假如把它混成整形吧 一个3一个4 就这样 假如我们把它混成整形 我们再看一下 它这个时候就没错了 它就不错了 是吧 这个3.5给3 X负责变成3了 两个是3除去4 它的余数就是0 所以我们就会取消的余数是0 哎 余数是3了 3除去4余数是3 就错了 这是B量的类型 这个类型 决定了能D自动B量进行什么样的运算 B量类型也决定了 B量占据内程的大小 我们就用sizeof来测试一下什么呢 这个int 这个i是什么呢 i也是int 然后还有这个ch它是ch类型 还有radius呢 是这个double类型 还有ok是这个b量类型 就是这里存立的是b量 而上面这个存立是数据类型 这个是int 这个i也是int 所以这两个输出的应该是一样的 我们看这不同类型的b量 占据内程的大小 看 就输出了 是吧 int i占用都4个字节 它们都int行吗 x占用一个字节 是吧 放大一点 radius是double型 8个字节 然后ok是bore类型 再用1个字节 这样就 说明不同类型的b量 再用类型大小是不一样的 下面一个说明一下 这个类型也决定了值得范围嘛 就是类型的说明了sandy 要查询一个类型的值得范围 我们就要把这种类型的最大的g小时 递出来就行了 是吧 一个叫lumetric limits 这个例模板呢 就提供了一种标准文化的方式 来查询顺数类型的各种属性 包括它的最大最小值 好我们看一下 刚才这个电码自己拷出了 好我们看这个这个 umetric limits umetric limits 就是数字的极限嘛 就是范围嘛 然后这个模板 然后处理一个bore 那么它就可以得到bore类型的 这样一个umetric matrix具体例 这个我们就不管了 它说的这个是g小值 这个也是mean 这两个都是g小值嘛 所以查一下这个文档 是吧 这两个应该都是g小值 这个是bore类型的 还有呢 这个onsign的ch onsign的是无符号的 它应该是0255 inter呢 它的最小 巨大的十分 还有float double呢 这样我们来运行一下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 在这上面 我们已经输出了一些信息 用这个 呃 置表符来把它控开一点 这里 这个是置表符 我们今后会讲 这个叫置表符 入到这个 就输出了控一点信息 然后这两个是换行 是吧 这个是bore什么 bore类型 两个字表符 这里都字表符 然后输出了它的这个 bore类型呢 它的最大 巨小值都是0 是吧 巨大值是1 然后onsign也是的 说明这个巨小值 lost和min 这函数啊 它返回的都是一样的 都是巨小值 就lost min max就巨大值 我们看 我们这个看min max 是吧 inter 它是负这个到这个 是吧 这一个吧 这里去 float也是的 然后呢 double 它的范围更大 这样我们就能看出 从这个看出这个 每一种例行呢 它的表示的范围是不一样的 好 这就是关于 基本数据例行 我们需要知道的 一时信息 好 谢谢大家 请大家关注我的youtube频道 HW 懂 给这个频道 给这个频道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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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